我碰過了 你什麼意思啊 好不好看好玩啊 你覺得我會覺得很好玩嗎 你覺得我們三個有可能 設計起來偷拍你嗎 你冷靜一點聽我們解釋好不好 給點信任好不好 夏天 其實這一切都是我安排的 可是我們真的是想說要幫阿將跟你 你不要一直怪阿將 其實阿將真的不知道 我們只是想幫他對 對抗天機而已 為什麼要對付他 關他什麼事啊 今天如果不是你們的話 他還不會受傷啊 而且 你們有沒有想過我的感受 阿將 你趕快告訴他 你不知道酒叫你的B計畫 我知道 阿將 你們兩個只要對夏天有B計劃 好 全部都搞砸 廢話 那夏天就算他再怎麼樣男人婆 可是他畢竟還是個女孩子啊 遇到這種事情他還是會不好受嘛 那今天怎麼辦 怎麼辦 也只有盡量跟他解釋 跟他道歉啊 如果啊 他真的不能原諒我們 我覺得那是我們製造的 沒辦法怪他 但是如果他不能原諒阿將的話 我這一輩子都不會安心的 好 好 丫頭 好 好好好 沒事沒事 回來就好 先進去休息吧 好 DK麻煩你照顧他一下 是 照顧一下 夏天 阿將 他現在正在氣頭上 讓他冷靜一下啊 你們三個怎麼會弄成這樣子的 我該怎麼說你們 你知不知道 早上的時候夏天還滿心期待的 說要跟你約回去 到了晚上就一身狼狽 雙眼痛紅地跑回來 這怎麼搞的嘛 我們沒有想到會變成這樣子 還有因為你們的惡作劇 害得警政廳 部署三年的臥底行動 徹底失敗了 結果DK也為了救你們 身份曝光了 還差點丟命 夏警官對不起 我們只是想要幫阿將 而且想要給夏天一個難忘的約會 但沒想到到最後搞成這個樣子 夏警官 你就別再怪阿將了 其實他只知道一半 所以不要再講 錯了就是錯了 是我要他們幫我的 我只是想給夏天一個驚喜 但沒想到最後跟你講 我知道我這樣的想法很幼稚 我只是想說 要讓他有一個很好的約會 可以開開心心的 夏天 你們今天真的好漂亮 我們來碼頭幹什麼啊 因為我要給你一個驚喜 阿將 要是因為DK的話 我們也不會這樣子 你們還真把我當假想的嗎 我值得你們費那麼大的勁嗎 阿將 你該不會把DK當你的情敵了吧 他是夏天的大哥哥 你們都不知道 你們都不知道 夏天他曾經跟我講過 他也想像個公主一樣被捧在手掌心裡面照顧 如果你可以再浪漫一點點 再把我像小公主一樣捧在手掌心刻路的話 那你就感覺更愛我啦 好 我想辦法給你一個浪漫的約會 我很在乎夏天 我在乎他講的每一句話 可是我現在沒有這個能力 所以我想 一天也好吧 如果說能夠讓他當一天的公主 也好 我的浪漫的約會 可能因為我沒有什麼錢 可能沒有什麼 我又沒有要那種很華麗的牌照 我只要你把我說的話放在這裡 我就會覺得很開心 我想要跟他證明 我也是一個成熟可以依靠的男人 傻瓜 能讓我依靠的人 從來就只有你啊 阿強 我知道你是出於好意 可是你的方法用錯了 真正的愛情是沒有比較的 夏天他喜歡你就是喜歡你 不會因為你是個窮小子 他就不愛你了嘛 這才是真正的愛啊 你要試得去相信他 我知道 我知道 不好意思 讓你冒這麼大的危險 還破壞你的你的計畫 對不起 阿強 阿強 對不起 老師 阿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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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別追了 你這個時候追到Duff 只會讓他更自責的 你倒不如讓他冷靜想一想 你今天再見面不就好了嗎 不行啦 阿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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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起 憑希哥 苦痛啊 你要不要吃一個請朋友 沒事 只是一點皮憂傷 夏老師 很晚了 我想我先回去了 OK 你的身分已經曝光了 現在回去一定很危險吧 在你來之前 我已經向上級侵蝕過 加強我們家這附近的警戒巡邏 不如 這幾天你就待在我們家 避避風頭 這樣方便嗎 老師 哎呀 這裡曾經也是你的家呀 趕快進去 探他藥吧 那就打到幾天了 沒 沒的事 好 休息吧 謝謝老師 好 你先照顧DK哥 有什麼事明天再跟阿強說吧 謝了 還在生阿強的氣啊 已經沒有那麼氣了啦 我好像啊 沒有辦法生他的氣生很久 那你打算 要生他的氣多久 一天吧 我明天就打算跟他和好了 而且剛剛聽到他講那些話 其實都消了一半了 果然還是年輕的愛情 比較單純可愛 對不起 對不起 我們今天害你失去了最重要的風鈴 真的很過意不去 如果他今天回來等不到這個風鈴的話 我會內疚一輩子的 別傻了 他一定早就忘了我 去掛那個風鈴 只是我一廂情願的想法吧 才不會咧 你看 你昨天還想要去掛風鈴 就代表你還在等他 絕對不要因為為了救我們而搞砸了 這麼多年來 你是第一個真正關心我的人 今天在槍戰現場 也是你奮不顧身的來救我 但是我想要去追為一個質疑 你真正關心的地方 就是不太好 那是這我要去的位置 你都忘了這個四婆的地道 你可不可以原諒阿講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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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能夠阻擋 I say I'll beat you down Yes! 你可不可以原諒阿蔣啊 我知道他今天真的很莽撞 可是芳威啊 不如他們只是想要給我一個難忘的回憶 你不要生他們的氣 好不好 當你男朋友真幸福 要不是你十二歲那年就死會了 搞不好我就追你 好